市议员宋明宗年节时协助泰山奇迹之家 美和企业捐助年菜 让长者们都相当开心与感恩 在与长者们欢聚时 宋议员也表示年后再邀请长者们吃火锅 日前特别旅行承诺请长者到五谷千叶吃火锅 宋议员就联络这边 那就可以就给我们老人家又做了年菜 那宋议员不只是还有这边的老板 也是说那以后还可以请我们老人再来吃饭 所以我们就老人家呢 他们就真的很期待 那平常我们高总市长跟陈董事长 他们都很热心 他们两位都很年轻 都是八年级七年级的一个小朋友 他们现在都二十几岁 他们都有这个爱心来做这个公益活动 是值得我们现在年轻的人能够学习 所以很高兴没有今天这么好的公益活动 马兄女表示奇迹之家的长者们很少外出用餐 这次能够来到这么好的用餐场所 大家都特别高兴 感谢宋议员及善心企业人士的善举 餐厅很高级的 他们来这边应该平常很少有机会来这样子 那么好的餐厅 所以今天很感谢我们送议员给我们做这个牵线 让我们老人家真的满了这份心愿 他们非常的高兴 主要是要谢谢议员的发起 然后让我们有这个荣幸和机会 然后带着奇迹之家的长辈一起共进这个火锅 然后所谓爱心凝聚力量 希望成就未来 然后也谢谢希望议员以后可以继续带着我们 然后一起有这个活动 善心企业高先生指出 这次的活动要感谢宋明宗议员的媒合 让他能有机会与千叶火锅老板一起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日后还会配合宋议员持续做公益 记得虎轩五股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宗议员的媒合